大家好,我是农村热家 找了一个多月 终于找回了一块 伤好的白年累积灶膜 这是那棵树的盖部 看,粗细都能看出来 年头不少了 因为我们这边树长得特别欢慢 咱们进去看一下 看这个举枯都能看出来 这不是新举枯 这是今年春天 举下来的 听那个主人说 去年结造的来 看这树皮都能看出来 看这个地方,天然的雷吉味 这个北里极果和美极果的地方 明显不一样的橙色 咱们话不多说 马上咱们拿点田里竹树串 看看吃出竹子的橙色 到底怎么样 走 这料怎么样 这料我可对不来 在这儿呢 高一拉香 水 放入鸡 油 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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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уго 鸡 我用那块烧好的白粘了一些皂膜 做的成品终于做好了 做了一串一百零八克的粘柱 和一些瘦八件 这次做出来这个橙色真是太惊艳了 又很有料 特别匀称 特别锐 咱们进去看一下 看这一百零八克的粘柱 太漂亮了 特别锐 你看还没盼量 又明又亮 咱们只用这个垂胶橙色 而且这次这个橙色 你看都是选用这个特别匀称一点 戴在手上越漂亮 黑中透亮 然后还做一些手发剑 看这个葫芦 葫芦掉的栩栩如生 再加上这个天然雷吉本 你看这是绝配 而且这个鱼也好 刮在车里 刮在家里特别好 还掉了这个手头 鱼的福气 还有文件 然后这都是用雷胶层做的 你看特别亮 还做了两个平衡缩 鱼的长命百岁 这个孩子带特别好 没事的时候就这样 会越明越亮越好看 各位朋友 觉得我用这个白年了 以及早梦 做出这个手串和手把剑的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